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下敌人在南城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在等着我们 而武汉 南昌 吉安的国民党军 也火速向这里增援 这说明什么 说明敌人已经知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 如果我们继续北京 必然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明摆着要吃亏吗 这样的仗 答不得 是啊 乐安一皇之战 我军已成疲惫之势 劳师攻击作战肯定站不到身边 而且我军在人员和物质上处于劣势 如果强行进攻 那是必败无疑啊 我建议啊 马上报告速去中央 部队撤到南少落口一带修正 再寻战机 报 中央要求继续北上 趁势攻向南风 禁兵南城 强敌在前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拿战事的生命开玩笑 这是典型的冒险主义 那你们说一说 在敌情和我军兵力情况的对比下 我们公愿大成 夺取大成事 有把握吗 求战先切 鲁莽从事 结果总是废时无功 徒劳兵力 欲速而不达吗 这会给我们造成 更为不利的局面 给司局中央的报告 我来写 报告下长 早上指示 我们清明度 是 1932年10月初 中央苏区中央局 推行做清错误路线 以解决军事问题为由 在宁都召开会议 毛泽东遭受严厉批评 会后不久 临时中央先以 要毛泽东主持 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 把他调为后方 接着撤销了他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十月中旬 刘伯承被任命为 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11月 蒋介石调集四十余万兵力 悍然向中央根据地 发起进攻 1933年初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 云逸啊 博承同志什么时候呢 已经派人去接他了 应该快到了 刘总参谋长到了以后 马上让他来见我 是 大家看 这个南风县城 东南和西北 有军领相守 中间是一江川城而过 这么险恶的地形 如果敌人把两边 给我们卡住 我们是很难脱身的 可是中央已经下了死命 必须拿下南风城 看来这仗还非打不可 我们先回去 好好研究一会再说 朱总 安来同志 我成同志 如果没猜错 你肯定拐到前线去 收获一定不小吧 随便看来看 这个南风县城 要是真的打的话 还真不好打 东南和西北 有军领相守 中间一江川城而过 文莱同志 已经多次向中央政治局提出 攻打南风城的 五大不利因素 但是没有被采纳 看样子 我们只有硬着投别伤 现在建在弦上 光强的困难也没有用 我看哪 还是先打一打试试 边打边调整 也未尝不可 如果实在要等 我看能不能考虑这样 在宜皇方向 首先要设服 截住英潭和南昌的来陆 1973年 2022年 10月1号 2022年 10月1号 209号 2023年 23年 2022年 南风那边情况如何 报告外院长 从黄昏到现在 共匪宫发动了十余次重逢 军被毛禀文所部顽强击退 目前仍在激战中 共匪 共匪 这是对南风志在比的 他们这种大法 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我们以前总是找不到他们 他们现在却主动跑出来 找我们拼命 命令毛禀文师长 拼死坚守 是 命令第十一 五十二 五十九十 火速增援 内外加工 以南风为一托 举监工匪 是 战斗进行到现在 我们仅仅夺取了城西南和西北的外围攻势 千敌不足以赢 我们的损失缺过三百 这个账不能再打 这个账不能再打 军报 现在敌人已从乐安移荒方向分三路大军向我们扑来 我们随时有可能陷入腐背受敌的境地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调整部署 变强攻为阳攻 围成打员 眼瞎啊 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 不成啊 下一步的仗怎么打 你考虑过没有啊 进攻部队应该继续向南风施压 其他的各主力部队应该秘密地迅速地 向东勺落口一带运动 待模型敌人的运动方向之后 再择机射服 方副总指挥 电报 您 共匪攻势越来越猛 我军力坚守近十个小时 人员上王大 弹药无不及 再打下去恐生不丧 期盼援军速当 毛炳文 魁爹 炳文兄 四面受敌 坚守不待 精神可嘉 我第十一师 以言仪皇大道向南风奔袭 第五十二师 五十九师 以由乐安山区朝近道 侧击共匪 望再坚守三个小时 我局内外夹击 必全坚共匪于南风丞下 臣称 马上电告第十一师罗卓英 五十二师李明 五十九师陈时济丧尾石炸 加速前进 务必在佛小之前 赶到指定地点完成包围 去兼共匪 是 报告 参谋长 这是刚刚缴获敌人来往的电报 太好了 简直是天助我也 我们的战机来了 海拔九百米的摩洛上大山 将为我们制造一个 千代男朋友的好机会 比李明 陈时济步 虽然是齐头并进向我扑来 但是他们中间隔着这座大山 彼此之间他们的联络并不十分长 同时相互支援起来 也是相当困难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顾岗 登仙桥以东 黄培河口以西的位置上 在这里伺机射服 等候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 利用各个击破的方式 最终完全吃掉他们 是非常有可能的 朱老总 家乡老人 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同意 我同意 那就请朱老总下命令吧 命令林彪宁针 率第一第三军团 及二十一军 由王都 普鲁卫一带 向北奔系 侧击底 命令董政堂和朱瑞 率领第五军团和二十二军 由东皮至黄皮 向西斗结 前方报告 我左翼部队下午在大龙平发起伏击之战 全歼敌五十二师 并击毙该师师长李明 又一部队在霍原以北与敌五十九师遭遇 坚敌四个团 敌师长陈时记在逃跑的时候被我军升服 好啊 没有看见南风城这块硬骨头 却在大龙平 霍原北 载了两头大黑猪 第三五军团 总算开了个大牙计 命令部队从大龙平霍原地区撤冲 至东绍 洛口 南团 小部地区休整待机 警察转到 都坐下吧 坐下 坐下 两天前还是捷报不断 现在看到的却是满街的残病败家 伟座 是卑职辜负了您的信任 贸然挺进 导致中了共匪的埋伏 损失惨住 卑职 卑职愿凭伟座处置 子修啊 你与共匪交战多年 应当了解他们的展发 是 承醉不敏 独生为休 卑职该死 想死到容易 我就担心到头来 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大龙平火源一战两个丝 稀里糊涂 就这么葬送了 老子让打下去 有多少家地够你们抛杀 挥霍 我一再告诫你们 千万不要小看了共匪 一定要提防他们 必是继续围点打员的这一套 你们哪个前进去的 来啊 算了 胜败那兵家常事 我们辞一千藏一支吧 谢伟座 坐 坐 组尉 接下来怎么办 你们抢杀利啊 兵卫座 卑职痛定思透 决定将三个纵队 改编为两个纵队 交由吴其伟 罗卓英二位将军指挥 卫座请看 由东匹 黄匹出发 向新丰 甘筑挺进 质朴广昌 向公匪发起攻击 不过 卑职有个要求 加 卫职要求 于汉谋 顾鲁同二位将军 他们的锁部 能从左右两路 同时挺进 配合卫职 完成包围 予以通监共匪 你们二位意味如何 卫职愿听伪座调遣 卫职愿听伪座调遣 好 陈城锁部 正大局调动 目前其前纵队已到达 新丰 侯方 草台港一线 后纵队正从东匹 黄匹 焦湖地区日夜挺进 看那陈城输鸡眼了 请朝出洞吧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抄我们的后路 想一口吃掉我们 陈城既然这样迫不及待 我们总得大方点 给点营头小力吧 我建议 命令第十一军 以我军主力的姿态 迅速将广昌以北地区开拔 迫使敌军的前纵队 要迅速跟进 造成敌前后纵队 间距过大 首尾不能相呼应 我们再趁机 吃掉他的后纵队 陈城 我们要狠狠地 照着他屁股上踢一脚 你这阎王脚够狠 陈城 那个陈小鬼 非得穿成大马趴步 命令第十一军 向广昌北进击 诱敌深入 第135军团 做好战斗准备 随时听后调遣 是 还有 各侦察分队 密切监视敌人动向 有什么情况 立即向指挥部报告 你刚才说 共匪在广昌西北方向 从共匪的总指挥部 与其135军团的电文上说 确实如此 另外 几个侦察分队军已证实 此举所思 天助我与 马上电令吴启伟将军 迅速将广昌推进 趁共匪立足慰稳之际 去而兼之 是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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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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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根据情报 敌前纵队第十时 第十四时 第九十时 和后纵队第五时 正经东皮 新锋 向甘竹挺进 敌后纵队第九时 已经在东皮山区 占领阵地 敌第十一时 已经进驻黄皮 我们现在战略 还是要各个击破 可令第十一局 继续牵制 和吸引敌先头部队东进 待其通过四个师以后 我们截击 他后面的两个师 那博承同志的意见 我赞成主动的意见 现在敌前后动力间隔 已经达到了两百里路 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 打一场伏击战 我建议 在草台港 先吃掉敌人的第十一时 马上起草作战命令 各主力部队准备出击 是 爆炸 打 快点打 当时他们来了 快点 火往够了 撤 我 走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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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因为和我们一支 侦察小分队遭遇 狄十一师已经停止前进了 另外 从我们刚刚解惑的 敌人的电报上得知 罗卓英 还命令其第八使律 连夜撤回了离草台港 二十余里的五里牌待命 从心背下了一道圣面 可惜了 哪个军团的侦察分队 是一军团 带队的是侦察营长 善战 知道了 既然敌人不能按时赴约了 那干脆 我们就搂操打兔子 先吃掉他的第八使律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 报告 各位首长 好消息 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结获的电报 念 敌第十一时并未尾撤 后续部队和资重部队 也将于今天全部抵达草台港 这个陈小鬼啊 他是在考验我们的应变能力吗 我们的家常便饭要换成大喜 好口福啊 既然陈诚这么诚心诚意地要宴请我们 那么我还是建议 总司令按照第一行动方案下命令 这个命令快让恩来下来 恩来最近为了前方战士和中央距离力程 很辛苦啊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满枪都过 烧向敌人 好 我命令第一军团 第三军团 第二十一军 独立第五师 发起总共 报告 由于我军第十一师消遣市长受伤 失去统一指挥 陷于混乱 以致 以致全军覆没 令我军第五十九师一齐无履 第九师二零八团一遭共匪包围 损失惨重 经过黄毗草台港等战斗 中央红军尖敌三个师 伏敌一万余人 缴获枪支一万余支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红军实力进一步扩大 不久 共产国际顾问李德 来到了中央村区 老叔 从唯一站立lere 对啊 回来 第二次 人数逆教会 一切走 四十多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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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 敌人已经逼上家门了 中阁军委至今没有明确的作战方针 这样下去 怎么得了呢 再等等 再等等 现在朱老总和恩来统治都在前线督战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等 现在中央都把保 押在刚刚到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上 真是有些沙地 无力回天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至于敌人的敌人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到万个敌人的敌人 以赌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同意李德同志的意见 各位 以为如何? 請问李德顾问 在我军新的情况下 我们打赞 陈离站, 波雷站 和突击战 有取胜的帽子 当然 我相信 战门胜之 未必吧 无论从兵力 和武器装备 敌人都远远强有 在这种情况下 你却要跟敌人展开正面作战 那岂不是 两支拳头打人 搞得自己门户大开 伸出脸却让敌人揍吗 我个人的意见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应该运用 前四次反威脚的成功经验 利用武军 激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毛 你拥有着 你拥有着 古典的执行 这完全不是正确的 敌人 来帮助 来帮助 敌人 如果我们将来帮助 如初 这专门 它能影响战争军队和民众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没有认识 这样的接触 毛 你还在坚持过去的游击主义 这是非常错误的 敌人这次大兵压境 目的是吞并整个苏区 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的逃避 会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 和民众的信心 他不赞成这样做 论知同志 李德同志的意见 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意见 你的观点此时提出来 非常不合时宜 严重影响了军委的作战决心 既然我的意见不被采纳 还严重影响了军委的作战决心 那我们来参加任会 就完全没有意义 不过我要提醒你德国 和伯古同志 要设身处备 为我们红军的未来想一想 千万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和伯古同志 马尔 我会做给你看的 我会让历史记住今天的 你走个瞧吧 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都被剥罪了指挥权 我没有能怎么办 听骗由命吧 报告 进来 总参谋长 中科区院文件 这叫什么作战方案嘛 你看看 连迫击炮的阵地 都在地图等高线上标清楚了 这样一来基层指挥员 连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这仗还怎么打 还有 看到吗 这儿 这不管是白天黑夜啊 平地还是山路 就是拿尺子一梁这个距离 一画就告诉你现起赶到 你 这不是乱来了吗这不是 是啊 连敌人的火力配置都不知道 一律下令死守 这不明摆着草菅人命吗 你说 是这个里的顾问 就是这样的水平呢 还是翻译上出了问题 我听说前方来电 首先要送到独立房子 由翻译译成俄文 再根据电文的内容 对照地图 查出大体的方位 将敌我态势 在地图上标明 然后再送给李德顾问参考 李德顾问 越后提出对策和处置方案 再由翻译译成中文 送中阁军委 向前方下达作战命令 如此倒腾 是不是翻译出错了 好 不行 我得去找这个李德顾问 我得跟他说清楚 这账不能这么打 简门 到 总参门长 你认为 你认为 我认为 你认为 我认为,如果有冠军在这样的程度上,会有问题 为什么你这么说? 你知道,情况在场上会会常常改变 而你计划一下,只要在这个阶段的车上 这不是错误 這裡的位置,時防守,時防守, 和火的設計, 這裡的確定在卡片上 這條件的自由行動 是我們軍隊的軍隊 如果這樣戰鬥, 就只有一個人 是一場的 你以为我估计无论吗 我认为 我们有更新的选择 好 你就是级组 为什么你不认为我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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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博城啊 你还是按照他的要求 拿出一个作战方案吧 你的官方法是教会的 你好 也好 你最好 你不愿意 我跟着你 你不愿意 我估计 你不愿意 你永远不得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教我尔律 在游泳的剧益 你不愿意 专业军团队 李德同志的话有些过 但你的参谋工作 是不是也不到位呀 我认为你刚才说的是 没有道理的 吴秋全同志 我也是想让你们能够 保证正常的交流嘛 交流 交流个翠子 什么他说了 他认识 什么他认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科部长 董科部长 你不伤了 我没事 你看看 这医院里人满为患 像我正好上员 只能待在院里 连个窗位都没有了 这仗是咋打的 咋可打成这样啊 从上井河山开始 毛主席朱罗东带领了 我们从来不这样打仗的 现在 成疲成疲的战士 被逼得向前出口 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感到 就成疲成疲的倒下了 上头一代的说 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 可我们怎么可对吗 天上飞行空地下包那战 自他没打出去的人就没了 总裁部长 总裁部长 你得去上面说说了 不能再这样打了 再这样打下去 咱们的队伍 就打光了 你先好好养伤吧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总裁部长 总裁部长 你看看 总裁部长 总裁部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 每次都在乌兩的挑战 这总额的总额下 你门疼瘩了 优务里头 要我们先接下来 没什么证明 你一起插入总额小 room 我必须和这个总额 敌人的七个师 一个炮兵旅已经逼近广昌 李德顾文到达前方 仍命令彭军团长 林军团长 修处攻势和敌人死拼 这打的是什么仗这是 看来广昌是守不住了 谁让你们在这儿做饭的 李德同志问 是谁让你们在这儿做饭的 谁 对不起 李德同志 是总参谋长让我们在这儿做饭的 总参谋长说屋子太低 也不会跳着工作的同志的 是 这 你不像是军图的军图吗 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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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连接 知不知道 complain 这чи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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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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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我把你拆开 我拆开你 你拆开我 你拆开我 但你也要拆开我 我拆开我 我拆开我 拆开我 拆开我 我躲开我 闭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